爸爸妈妈 我们来看你们了 奥列格也来了 爸爸妈妈 我来看你们了 别再担心他了 是啊 我们这个家团聚了 你们放心吧 这几年 我没能在奥列和柳爸身边照顾他们 我这个当哥哥和丈夫的 我没能尽到责任 你是最好的哥哥 我不这么觉得 是我不好 巴里亚 别这么想你是我的亲人 当年看到你那个痛苦的样子 我能做事不管吗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一直惦记你 希望你能从四年的痛苦中走出来 重新开始生活 我做不到 我想他们 每天都想 阿里亚 别伤心了 爸爸妈妈看到你这个样子也会难过的 听我 别哭了 好 别哭了 好 别哭了 好 好 快回家去 走 好 好 怎么了 万里亚 没事 走 走吧 你 走 别哭了 你 走 快走 我 cza 是 怎么了 怎么了 刚才那个男孩子我好像觉得很面熟 你又想小航了 我还记得我入狱前 你也经常这样 望着其他孩子 怎么了 我的照片呢 你不是放口袋了吗 没有 这里没有 再仔细找个照 王雷格 您等等 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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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妃儿 妃儿 小鹤 你只想好吗 儿子 妈妈 小郝 小郝 我的孩子 我的小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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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郝 哥 小航 我的儿子 你想吃什么 妈妈给你做 不用了 我真的不 小航 奸肠来了 来 尝尝我的手艺 坐下 吃吧 吃吧 我不想吃 怎么了 你不喜欢鹅餐 这下可好了 你们一家终于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你赶快写信告诉你的父亲 让他准备迎接他的妻子回家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你把我妈妈当成什么人了 你说什么 小航 小航 你怎么这样和舅舅讲话 小航 你不喜欢这个舅舅 你根本不是我舅舅 小航 奥列个舅舅为了我 曾拖人到中国去找你们 我俩别说这些了 不我要说 你知道吗 他被边境的警察逮捕了 他把他关了七年 一周钱才被放出来 你差点见不到他了 你怎么这样对你的家人 家人 小航 我终于见到你了 天呐 小舅舅舅 你快要想疯了 你是谁 傻孩子 我是你的舅妈 舅妈 可不是吗 我是奥列个的妻子 你怎么了 我想你一定是太高兴了 妈妈 你没有 没有什么 什么 没什么 好了 小航 现在说说你父亲吧 我们都想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 孩子你知道吗 你的妈妈哇里 这些年一直在思念着他 他 我父亲他还好 好了 别让他说这个了 我能想象得到 这些年沈颜的日子 有多艰难 过去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 好吗 孩子 告诉我 你究竟隐瞒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隐瞒什么 孩子 你要告诉我实情 你要相信我会帮助你 不管事情有多糟糕 你都要如实地对我说 你要相信我会帮助你 我父亲他 他又去了妻子 你说什么 警察曾经拿着一张照片 到场里来调查 照片上是您 还有我妈妈抱着一个孩子 所有人都以为您和我妈妈结婚了 那是你们的孩子 我昨天才知道那是个误会 什么误会 今天一张照片就产生这么大的误会 你还是孩子不懂事 可是你父亲呢 他不了解瓦里亚吗 他怎么能够这样胡乱的猜想瓦里亚 对待感情这么草率 你不知道过去这些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父亲没有别的选择 而他再次结婚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我 不管你的父亲经受了什么 难道你妈妈就没有遭受过 为什么你妈妈能够忍受一切 他一个人默默地等待 可沈颜却不等 瓦里亚是一个女人 难道沈颜连一个女人都不容吗 他还算个男人吗 请您不要指责我的父亲 我就是要指责他 他该受到强烈的指责 你回去告诉你那个父亲 我是当初瞎了眼 才会把妹妹嫁给他 沈颜她根本就不配得到瓦里亚 她根本就不配得到瓦里亚的爱 她就是个懦夫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件事不能继续瞒下去 我们应该 让妈妈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想要她的命是吗 你和你父亲 是瓦里亚生命的全部 知道了事实 她还能活下去吗 她还有我 我可以留下来 有你她的事活就完整了吗 她是一个女人 她需要的不仅仅是你 可是 我的父亲现在不能离婚 她和她现在的妻子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她无法放弃她 否则那又是一场悲剧 你还嫌她们的痛苦不够多吗 你的父亲为了不让另一个女人陷入悲剧而负责了 那谁来为瓦里亚的悲剧负责呢 小汉你爱你的母亲吗 那你应该想办法 让你父亲回来 是我错了 我不该这么想 我不该这么想 不幸的人已经太多了 我不能为了瓦里亚 再去剥夺别人的幸福对吗 孩子 无论如何这件事不能对你妈妈讲 你和你父亲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不要打破他的 这个希望 你的课程什么时候结束 你还能在苏联待多久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那你很快就要回国了 明天就是我回国的日子 但是 妈妈我不想离开你 我要留在你身边 嗯 我的孩子你得回去 我就留在这里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小航 二十多年前 你爸爸也曾遇到 你今天的处境 那时他也要马上回国